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某护卫舰支队猛虎先锋传人的新时代奋斗打卷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播出 空军审微大队 列阵长空 年轻雄鹰斩审微 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中方驳斥美国防长印太战略 长河6号探测器成功落月 开启月备彩样 野门胡塞武装称 24小时内两次打击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 美军拦截两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 传承着海上猛虎艇和海上先锋艇两面战起 60多年前 支队的前身部队在保卫海防的战斗中 以敢打应战 善打近战夜战而闻名 创造了人民海军小艇打大舰的成功战力 如今支队逐步换装国产某新型护卫舰 面对新机遇 新挑战 支队官兵从先辈精神中汲取奋斗拼搏的磅礴动力 在新的赶考路上争当强军先锋 善战猛虎 书写新时代奋斗大卷 这里是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的军港码头 前不久 支队为海上猛虎艇和海上先锋艇 举行了战旗的传承仪式 历经四代传承 如今两面战旗分别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新型导弹护卫舰 红河舰和滋阳舰所继承 在我身后 滋阳舰正在进行 出航前的准备工作 这是他在接过海上先锋艇荣誉战旗后 执行的第一次出海训练任务 接过荣誉更是接过责任 如何让前辈手中的战旗 指引支队奋进的新航向 曾在多艘舰艇任职的 滋阳舰政委角正坤 说出了官兵们自己的理解 纵观海上先锋的战斗史 革命前辈不畏牺牲 以弱胜强的战力 比比皆是 贯穿其中的是 轻党化跟党走的忠诚 随敌应变 以小艇胜大舰的能力 立足现有条件 以长致短的务实 面向新时代 这三个方面 依然是我们勇闯大洋的底气所在 作为基地首艘新型护卫舰 滋阳舰担负着探索新舰战斗力 加速生成的重要使命 舰省人员最初由支队各单位抽调组成 老班长马少利就是其中一个 在他看来 新装备新团队都不能成为 新舰加速前进的阻力 因为他们都是蒙虎先锋的传人 六十多年前 一声令下 老先锋创造了小艇打大舰 手榴弹对大炮等海弹奇迹 我觉得他们那种随定冲锋的精神 就是对忠诚最好的权势 作为新一代蒙虎先锋传人 我们知道职责所在 我们清楚使命在坚 每个人都卯足了劲 一门心思的研究装备 最后我们用了不到以前一半的时间 就完成了接装 有冲锋的决心 更要有冲锋的实力 接装之初 自阳舰官兵就秉承先行一步的理念 把能力练在前面 做到试航即开训 入列即在航 全训即能战 在完成接装 转入训练中心的前几天 自阳舰就顺利进行了第一次实弹射击 如此快节奏的背后 使支队对训练体系的优化完善 我们思想破冰 先事先行 重塑重构了 士兵基本操作技能体系 区分共同科目 损害管制 岗位业务 一专多能等多种类别 建立了三个能力生成清单 和四个配道保障清单 有效提升了官兵 基础训练至小 现代海战危险无处不在 官兵们群策群力 创新求变 立足实际 对照战斗力标准 开启新一轮探索 围绕战备 训练 日常 教育 装备 后勤管理等六个方面 对舰艇管理制度 进行了深化改革 支队还以蒙湖艇和先锋艇 作为培育人才的种子舰 依照能力生成周期 制定同岗互换制度 在部门内构设形成 新老搭配的小班子 让先进经验 在协作中发展完善 让奋斗情怀 在交流间心火相传 我们也立足 本单位的人才交流体系 推进联合作战能力生成 建立常态化交流轮训机制 跨军种同专业岗位 组织共同集训 相互切磋专业技能 融合训练方法 不同专业定期开展 双向参观授课 加深彼此了解 为推动小体系联合 恒实基础 如今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到了攻坚期 支队演训任务愈发密集 在航时间不断延长 官兵们用拼搏回应 挑战用汗水权势担当 在各项任务中全力以赴 在各级考核中屡获佳绩 涌现出战区海军 军事训练转型标兵 全军军事训练优秀个人 等一批金武标兵和先进集体 作为蒙古先锋船人 我们始终坚持把四项政治建设 作为根本性任务 船程发扬 先辈用生命 娱乐学铸就的蒙古先锋精神 不但强化海上拼尺导的战略血性 在强军新城上 批拨掌揽 用实际行动续写战机星空框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师神威大队的前身 是我军第一支中远程轰炸机部队 曾执行开辟北京至拉萨航线 航侧珠穆朗莽峰 空投空爆原子弹轻弹等重大任务 部队组建60多年来 听党指挥向战而行 以融入官兵的灵魂血脉 如今一代代飞行员发扬神威精神 按照思想政治要过硬 打仗本领要过硬 战斗作风要过硬的要求 在真打十倍中练就制胜本领 把忠诚卷刻在万里海空 用拼搏锻造空中战略铁拳 这里是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 也是赫赫有名的神威大队所在部队 此时此刻 在现场可以看到 一下下轰6K战机正在依赫 中央在空中组成编队 抵达预定空域展开实战化演练 这支部队的飞行员们 他们始终把思想政治要过硬 打仗本领要过硬 战斗作风要过硬 落实到每一次的战斗起飞当中 训练中 每个机组要完成快速起降 对地目标展开攻击 导弹对地模拟打击等多个实战课目 飞行结束后 李伟杰机组马上复盘训练中的动作 2020年和2021年 正是这个机组连续夺得空军突防突击竞赛 考核第一名 成为空军首个蝉联金飞标的机组 当时机长李伟杰的严格 让年轻的副驾驶卫星记忆犹新 其实有一些小的误差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对我的要求就是 说是多少就是多少 这个一米不能差 一点不能少 如果在战时 我担负的是资源陆军海军作战的这些任务 在作战过程中 如果因为个人的计算不细致 准备不充分 造成打击偏差大 这带来的就是对战友的不负责任 去年 卫星首次以机长身份出征金飞标 面临不同难度的打击目标组合 卫星果断选择高难度 搜索识别地面目标 精准打击一计合成 他也理解了严格的背后是对标实战 现在所有东西都是为了打仗而准备的 不是说仅仅是为了飞行或是练技术 技术只是一方面 现在更多钻研的 学习的 还有执行的 都是一些打仗的任务 神威大队这个荣誉称号 当年就是打出来的 所以传承神威 就是苦练圣战本领 在关键的时候 拉得上去 打得赢 轰炸机部队的飞行员成长周期长 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体系 正在为大家授课的 是神威大队飞行员邱荣 一有时间 他就学习前沿作战理论和武器装备技术 并为战友们讲授 以联合作战指挥 合同战术训练等为主题的课程 去打赢一场战争 去打赢一场战争不是靠一个飞行员 也不是靠一种机型 靠的是所有的 所有的人 不仅仅是我们空军 有可能是陆军 火箭军 海军等等 甚至我们需要依靠人民群众 就是视野一定要开阔 13年前 还是第四军医大学学员的邱荣 经过层层选拔 正式成为一名轰炸机飞行员 从白大挂到飞行服 转换赛道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邱荣却凭借不服输的尽头 让自己成为合格的神威传人 就是学医要求这个思维逻辑 非常的缜密 抓住一个疾病的根源 这样才能防止那个物诊 所以对于我们的思维逻辑的 一个严密性等等 都要求非常高 我觉得这种良好的习惯 就都带到了我一个飞行过程中 在这支部队 85后90后飞行员 已经挑起重弹 他们传承着敢挑重弹 敢打必胜 敢于亮剑的优良传统 在强军新征程中 加力奋飞 我很自豪 而且很自信 我们拥有完备的体系力量 从陆海空天 对于我们空军来说 就是我们的合同战术训练也好 或者其他的演习演练也好 我们的体系力量已经相对的特别完善了 去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 我感觉只要上级的一声令下 任务明确 我们都可以完成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我将会通过自己的每一次起落 每一次任务 来积累自己的飞行经验 练就自己的打赢本领 无愧于祖国对我们的期待 更不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6月2号 国防部长董军 在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 做大会发言 董军表示 习近平主席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和三大全球倡议 亚太地区人民历来追求和谐 热爱和平 独立自主 自强不息 守望相助 命运与共 我们要善用亚洲智慧凝聚共识 求同存异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维护各国正当安全利益 共创公正合理国际秩序 发挥地区安全架构作用 推进开放务实防务合作 打造海上安全合作典范 加强新型领域安全治理 开创地区安全合作新局面 董军强调 中方崇尚以和为贵 寻求共同安全 并持平等尊重 注重开放包容 同时坚决捍卫核心利益 当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 希望各别国家认清利害 回归对话协商正道 解放军将以及时坚决有力的作为 遏止台独 确保其图谋 永无得逞之日 期间 董军与美国 加拿大 泰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法国 柬埔寨 新西兰等国防务部门领导 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会谈 6月1号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 发表主持演讲 把香格里拉对话会当成美国秀场 大谈所谓印太战略 中方在对话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建峰 批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主旨演讲中鼓吹的所谓印太战略 美国印太战略满是华丽次招 打着促进地区合作的旗号 但实际上却抱守冷战示威 和联合博弈搞封闭排他的俱乐部 真正目的是把一个个小圈子 融合成亚太版的北约这个大圈子 从而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地位 中方表示 这个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制造分裂 煽动对抗 破坏稳定的战略 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服务的只是美国的一己地缘政治之私利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当年中美建交的前提是断交 废约撤军 近年来 美方背弃承诺 虚化掏空一中原则 铸台谋独 武装台湾 搅乱台海 当前 台海形势严峻 赖清德之流 赎典旺祖 赤裸裸贩卖两国论 妄想以外谋独 以武谋独 加速把台湾推向灾难深渊 这是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也是地区稳定的最大危害 我们组织军事反制行动 就是要用更强大的能力 更有力的手段 更坚定的决心 打击台独嚣张气炎 设置外部势力干涉 解放军 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台独等于战争 解放军练兵备战 绝不停息 打凸 触统 绝不停步 触步外来 干涉 绝不受惹 坚决完成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使命任务 关于南海问题 尤其是当前南海局势不稳定的根源 究竟是什么 正在参加对话会的国防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张驰 对此进行解读分析 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在纵容 或者鼓动菲律宾在进行一些挑衅的一些举动 那么实际上来讲 当前南海局势它不稳定的一个根源 主要就在于一些大国在挑动地区敏感问题 想要建立一些排他性的地缘政治的小圈子 目的当然是想要进行组建一些恶华制华的一些包围圈 那么这就是我们当前特别值得警惕的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知道亚太地区或者说亚洲是过去40年 全球应该说最和平最稳定的地区 所以相应的呢 亚洲也就成为了过去40年 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区域 相比之下我们发现过去40年 美国和北约在欧洲 在中东挑起了一系列的冲突战乱 也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那么现在呢 美国还要推动北约东进入亚 那么就很可能会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和不安定的因素 甚至会导致本地区生战生乱 这是我们特别要值得警惕的 那么在南海问题上面 那么当前实际上菲律宾包括美国 他们存在一个误判或者说存在一个幻想 他们以为在这个地区挑衅声势 那么中国之所以保持如此克制 是因为美国这些盟友 对于中国的威慑施压发挥了作用 迫使中国不敢对他们采取一些强力的手段 但是这恰恰是对于中国的一个误判 中方并不是没有能力 通过强力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我们一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 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 来妥善地处理这些分歧和争端 6月2号6023分 嫦娥6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 在确强2号中继性的支持下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南极艾特肯坟地欲选着陆区 卓上组合体着陆月面 经历了约30天的奔月之旅 在经过地月转移 近月制动 还月飞行等一系列关键动作后 顺利完成了今天这世界瞩目的精彩遗落 相比2020年实现月球正面采样返回的嫦娥五号任务 嫦娥六号任务实施人类首次月被采样返回 工程创新多 风险高 难度大 特别是此次任务的预选着陆区 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坟地 落差可达十多公里 好比要把一台小型卡车成功降落到崇山峻岭中 需要精确避障 还要有先进的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来确保安全着陆 接下来嫦娥六号 按计划通过钻锯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种方式 分别采集月壤样品和月表岩石 持续约两天 国际载贺中 欧空局月表负离子分析仪 法国月球冬气探测仪 意大利激光角反射器 也将按计划工作开展科学探测 这是法国和中国在月球与深空探测领域的首次合作 也是法国第一个抵达月球的 能开展主动探测的仪器 这是一次伟大的合作 感谢中国伙伴们 我们希望这种科学和技术合作 能够在未来继续下去 近日 西藏林芝市茶宇县竹瓦根镇 一车辆发生侧翻 掉入距离地面15米左右的河谷之中 车内人员生命危在旦夕 正在附近的西藏军区 昌都军分区某边防团官兵 得知情况后迅速赶往现场 与及时赶到的警察和附近居民一起 展开紧急救援 历时30多分钟 将车内被困人员全部救出 并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巴以局势 以色列国防军一号称 继续在加沙地带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以军还称 在过去一周 以军打死了三名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重要成员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一号发表声明说 乙方结束作战的条件没有改变 即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 所有被扣押人员获释 并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同一天 巴勒斯坦多个武装派别称 在拉法多个地点使用迫击炮爆炸装置等 打击乙军人员和车辆 并向加沙地带中部 内查黎姆走廊附近的乙军发射火箭弹 野门胡塞武装一号称 过去24小时内 该武装使用导弹无人机等 两次打击位于红海的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 以回应美英近日对胡塞武装目标 实施的联合袭击 胡塞武装还称 打击了一艘美军驱逐舰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说 美军拦截胡塞武装 向美军格雷夫利号驱逐舰发射的两枚导弹 据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一号报道 埃及以色列和美国的代表 将于二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 讨论重新开放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拉法口岸 报道援引埃及安全部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 埃及已向各方重申 只要拉法口岸巴勒斯坦一侧 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 就不会重新开放拉法口岸 报道还说 埃及认为以色列方面应对拉法口岸 关闭和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状况恶化负责 当地时间6月1号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 乙军当天对离以临时边界 离方一侧的多个城镇 发动了多轮袭击 并造成当地民众伤亡 黎巴嫩真主党则在当天的声明中表示 作为回应 真主党武装击落了一架乙军无人机 并对乙军基地等多个目标 发动了直接打击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 以离临时边界乙方一侧6月1号 遭到来自离方一侧的多次袭击 乙军击落了一个可疑空中目标 并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动了多次袭击 打击了其重要目标 好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 俄军在多条战线击退乌军进攻 摧毁储存西方武器的乌军火库 拦截乌方无人机 火箭弹和航空制导炸弹 俄国防部还称 针对乌方企图破坏俄能源设施的行为 俄军对支持乌军工综合体的乌方能源设施 发动集群打击 乌克兰能源部当天说 俄军对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 导致多地断电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称 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继续与俄军展开激战 局势紧张 乌军尽可能地采取措施 削弱俄军攻势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一号表示 当前的欧洲陷入战争的风险快速增加 必须予以阻止 当前的欧洲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每一天他们都在讨论 向乌克兰提供数千亿欧元 在欧洲中部部署核武器 让我们的孩子去外国参战等等 这列驶向战争的火车似乎没有刹车 火车司机已经疯狂 必须阻止欧洲陷入战争 陷入自我毁灭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 伊朗代理外长巴盖里当天在德海兰表示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伊朗一直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寻求结束冲突 伊朗已提议就当前局势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紧急会议 巴盖里说 伊朗正在为恢复地区和平稳定付出巨大努力 美国航天局一号宣布 原定于当天进行的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 首次载人试飞任务因技术故障被取消 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团队正在研究具体故障原因 下一次发射时间尚未确定 星际客机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5月6号 进行首次载人试飞 因技术原因被多次推迟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明天见 感谢观看 明天见